板橋江翠北側重劃區 這塊八百三十坪的土地 目前是建案的接待中心 但是現在最新被神秘富豪 以十五點一億元買下來 換算土地單坪一百八十二萬元 創下去域的新高價 富豪砸重金買地 隔壁新案也如火如荼 興建當中 板橋江翠北重劃區 推案積極 最高單價 已經衝上七字頭 讓投資者磨刀霍霍 但還沒買房的無可足 卻笑不出來 沒有 最近就沒有什麼研究 因為都太高就不想再看了 反正你買不起 全台房屋標出新天價 包括桃園清浦和新竹 預售案成交價最高來到七字頭 最新還傳出連台南某建案 也開出六字頭誇張價格 突破台南天花板 有些地方新建案除了漲價之外 還出現缺貨供不應求的狀況 楚科周邊的官埔重劃區 現在線上竟然只有一個建案在賣 對購物處來講 他不只要追價而已 而且他還沒什麼選擇 到底哪裡才買得起 攤開全台預售屋十大交易熱區 以桃園佔四名最多 平均成交單價都在三字頭 新北板橋三重也不意外擠進榜 而單價最便宜則由台中無期奪下 平均十九萬最清明 但隨著第二季開始房市交易降溫 區域未來發展性也成為重要購物關鍵 第三季買氣還不回來持續到第四季一直很低迷的話 那大家就可能就要小心 接下來就可能從這個銷售火熱 變成功過於求的一個狀況 面對房市黑天鵝 專家提醒購買預售屋 還需多留意區域建商資訊 和價格的合理性 以降低購物風險 三立新聞宋宇寬 李孟山 台北報導